针对台宁年底正式开始处理垃圾 将影响到部落的生活 加上回馈地方机制 村民还不清楚的情况下 新议员田运星向环保局提出质询 希望能够和部落沟通 建立好良好的回馈机制 台宁计划在花莲和平场内 以水泥咬高温协助处理生活垃圾 同时也在两年前 电信三次专业小组出审会议 决议有条件通过来进行烧垃圾 并且即将在年底赐云运 来处理十三相争市的垃圾 现运田运星则是大声疾呼 将会影响到部落主人的生活 12号则是向环保局提出质询 我们原住民主传统领域 让企业在这里采矿了 二三四十年了 二三四十年过去了 传统领域变突了 野生动物回不来了 回不去了啦 但是呢 探足迹增加了 我们住人的幸福感也减失了 然后呢 企业们大辣辣的说 社会责任 拿着小恩小贵米啊 面啊罐头啊 拿着拜拜过的东西 哄骗我们原住民 我们原住民大部分是信仰 基督教 天主教 真耶稣教 虽然是弱势 但是信仰坚定 而且只是享用一个家 一个宁静 温暖的地方 一个可以给子孙 未来想象的地方 不是险恶设施灵力啊 低频震动 屋檐瘴气啊 环保局局长 如果二十年前没有产业东移 没有火力发电 没有和平港 我们原住民部落少了什么嘛 会灭绝吗 全新的马 十三个乡镇 你们告诉我 以后能做全部都能做 连自己跑得到什么时候 把我们原住民当什么啊 全部收 热热热 开着给你猜 我们嘛 什么都没有 真的 报告警局局长 不会就不要做了 真的 我刚讲了 垃圾可以当黄金啊 你知道吗 企业 每个企业 这才很危险啊 到时候企业没有做的时候 怎么办 蛤 我们到时候 我们到时候会在 和平市区 到时候 说是台里 爆炸 败 针对台里 烧垃圾的议题 仙宇田一新和 环保局长到庆隆 针锋相对 持续了十几分钟 双双并没有交集 仙宇田一新表示 他会持续监督环保局 来为部落主任来发声 记得 请不吝点赞 收交了 幅持续监督环保局长是 都是 非常的 hold